《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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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人來不用做甚麼? 上次你帶我來餵我 這次我帶你來找珍珠 找珍珠真的做甚麼? 上次是甚麼?跟我去就知道 走吧! 因為疫情關係 每次人數只限10個人參加 而參加者都要戴上口罩和消毒雙手 大家記得要遵守規矩 到了預牌之後 導師就會分享香港珍珠的歷史、現況和珍珠養殖的基本知識 聽完講解之後 就多地下手下腳 首先每人可以選五隻龐 之後進行清洗去除龐的苦生物 洗乾淨之後就要開龐 導師就會首先示範一次 我們現在就要開龐 但很難喔 要用力 插進去之後再順時 沒錯 我們可惜再開這個 就可以開到生蠔了 接下來就是考驗自己運氣的時候 因為未必每隻龐都會有珍珠 有呀!有呀!有呀! 有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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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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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收集好珍珠之後就可以選最漂亮的一顆 用來做壽色 做完首飾之後還可以釣下雨 我都說了我去釣魚高山 其實下面有很多魚 很興奮 怎樣? 下面是超多魚 是你見不到的魚 我又會吃飯 你真的會餵魚 玩到差不多時間 就乘船回白沙灣碼頭解散 可以玩嗎? 有沒有介紹錯 OK 還有禮物 有魚 好餓啊 快點去吃東西吧 我上禮拜已經來西貢吃了好東西了 有一點點看片 拜拜 西貢這間cafe 主打多款自家製的果醬和all day breakfast 一起大受歡迎 玩完大輪了 當然是要治下肚 這間cafe在西貢也很受歡迎 最有名的就是自製果醬 先試試它 如果喜歡這裏的果醬還可以買酒 吃到飽當然要喝一杯咖啡 對啦 這間cafe shop的菜單每個星期都會完蛋 而他們的招牌雪糕主要是輕的 喜歡喝咖啡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這間位於韓仔裏面的小店 經常都大排長龍 家因出品精緻又高質 店主CAMMY不只是年之十年的咖啡師 更加是國際咖啡菜的裁判 店裏面的咖啡豆也是他親自挑選和控炒的 這裏的手工雪糕材料天然 口味獨特 尤其以招牌烈酒雪糕最出名 店內還有售賣自家控炒的咖啡豆和朱古力